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盐厨房 大家知道为什么广东人做的汤那么好喝吗? 其实这也是有技巧的 今天我就把这个汤好喝的技巧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一个苗条的白萝卜 萝卜洗干净以后,把外皮放下来 再把萝卜去头去尾 萝卜有点长,可以从中间切开 把萝卜側面切一刀,后把萝卜扣起来 这样切片就比较简单了 切成3毫米左右的薄片 然后切成细丝 也不用切得过于太细 太细的话萝卜丝很容易煮碎 切好以后先放进排里备用 准备几根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放进碗里备用 准备一把枸杞子放入碗中 里面加入清水,把枸杞子洗干净 可以多切成两遍,洗干净以后捞出来备用 锅中倒入食用油 油热之后里面打入一束鸡蛋 鸡蛋最好用新鲜的 这样煎鸡蛋的时候就不容易选花 在煎鸡蛋的过程中鸡蛋也容易跑偏 所以在煎制的过程中用铲子进行推动 这样煎出来的鸡蛋就会比较圆润 表面微黄色就可以控油捞出来 先放入盘里面备用 下锅里面水开之后把鸡蛋放入锅中 一定要水开之后把鸡蛋下入锅中 盖上盖子煮上5分钟左右 时间到之后把萝卜丝下入锅中 用勺子搬到平整 让萝卜丝完全进入到水中 盖上盖子继续大火煮2分钟 现在开始调味 放入一勺食盐 枸杞子散入里面 再放入一把虾皮 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了 这样做出来的萝卜汤 汤鲜奶奶色 喝起来非常的鲜美 萝卜汤不用加任何调料 像鸡鲜味精生抽老抽 什么样的调料都不用放 简简单单 一样汤鲜味美 营养好喝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留言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